刘涛大家都很熟悉,是中国内地女演员,2007年与王柯在北京登记结婚,次年在北京举行婚礼,据说王柯为了这场婚礼斥资400万,而刘涛也在婚礼上宣布退出娱乐圈,然而嫁给王柯还以为刘涛能够过上阔态生活,却没想到王柯在经历08年的金融危机后欠下4亿巨债,那几年的刘涛过得很辛苦,为了还债,刘涛付出不停的接戏拍戏, 王柯在经历这么大的打击后精神不振,患上了抑郁,刘涛又要照顾丈夫,不过刘涛并没有怨言,辛苦了几年的刘涛终于还清了这笔巨款,如今网上又传,王柯因投资失败再次欠下6000万,不知是真是假,让人又为刘涛捏了一把汗,这王柯难不成是位败家达人,但是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他这样折腾,这次刘涛也学聪明了,带着老公一起参加综艺节目,这样既能一起赚钱,而且还能防止老公再败家, 刘涛这次终于做对了,不过如果传言是真的,看来刘涛又要哭一阵子了